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1月15日 这几天在网上流传着一份袁世凯遗书 是用手写的 这份遗书是伪造的 首先,它的笔记并不是袁世凯的笔记 即使你没有见过袁世凯的真迹 根据一些常识也可以判断这个遗书是假的 比如说,它既然用到了标点符号 还是现代的标点符号 那么当时的人写这种遗书什么的 是不会去加标点符号的 还有呢,它用的日期写法 是公元纪年 这个也是不对的 在当时是要用民国纪年的 所以这个是假的 这份所谓的遗书的内容 有的话,的确是袁世凯说的 是他在别的场合说的 比如说,里面说到 他自己承认 说,读书时少 做事时多 就由自起 这些话呢 就是他当时要退位了 要废除帝制的时候 然后跟他的一个幕僚说的 说这种话呢 其实是在推卸责任的 就是把自己当皇帝 怪罪为是因为听了小人的劝劲 然后呢 自己因为读书少 没能明辨是非 就稀里浮屠的接受了 这个很轻描淡写的 把自己想要当皇帝 归咎于是因为读书少 见识少 其实当然完全不是 他之所以想当皇帝 是出于私心 出于野心的 这近年来呢 是流行为那些已经定案的 这种历史罪人方案 其中呢 就包括袁世凯 为袁世凯辩护的一个理由 就是说 他想当皇帝 是可以理解的 甚至呢 认为呢 是做得对的 理由就是 说中国搞君主立宪制 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才不会乱 才会保持稳定 你看后来中国君主立宪制 没搞成 搞共和制 所以呢 长期的动乱 这个呢 也是当时 袁世凯 还有拥戴他的杨渡 这些人呢 要搞 立志的一个理由 就是说 要向国外 那些发达国家 学习 搞君主立宪制 但国外的发达国家 君主立宪制 之所以呢 搞得好 是因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呢 是大家都把宪法当回事 第二呢 是这个君主 愿意放弃几乎所有的权利 只是呢 当一个名义上的国王皇帝 但是呢 这两条在中国都是不成立的 在中国 那个时候 还一直到 包括现在 是几乎没有人 会把宪法当回事的 搞共和制的时候 都不把宪法当回事 更何况 你搞一个君主制 怎么可能时候 会把宪法当回事呢 对吧 而且呢 你要 说这种皇帝 放弃所有的权利 只当一个名义上的皇帝 这个也是做不到的 没有皇帝的时候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也要把自己 当成皇帝 独揽大权的 搞独裁的 更何况 有皇帝的名义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说 让皇帝来放弃权力 不搞独裁 不独揽大权 所以在中国 要搞君主立宪制 是绝对行不通的 只会比搞 共和制要糟糕的多 而且这里 问题的关键在哪呢 在当时 中国已经跳过 这个君主立宪制 这一阶段 已经从君主制 进到了共和制了 那么 在这个时候 袁世凯还要回头 再去搞君主制 不管立宪不立宪 不管立宪的结果 会是怎么样 这个呢 都是一个历史的倒退 是在开历史倒车 所以 他当时 他当时就被人说成是 窃国大盗 那么 对于这种 大开历史倒车的 窃国大盗 是应该 全面的 否定的 有一些人呢 也承认 那说袁世凯 最后相当皇帝 是错的 但是呢 也认为说 不能因此 就对袁世凯 那就全盘否定 那时候袁世凯 在以前 也是干过不少好事的 也是做过很多时事的 也是有历史攻击的 不能因此呢 就把他 一概 给抹杀了 我们且不说 袁世凯 在以前 也干过很坏的事情的 比如说 由于他的告密 导致 乌西变化 失败 即使 他以前 有一些 历史的功绩 也弥补不了 他最后要 打开历史 倒车的 窃国 最新的 我们现在 并不是说 要来具体的 去分析 袁世凯 的人生 轨迹 我们说的是 怎么样 对一个 历史人物 给一个 总体的 评价的问题 那么 一个人 如果 犯下了 不可饶恕的 历史罪行的话 他 以前 干的 那些 好事 也都是 弥补不了的 都是应该 全盘否定的 这就像 有一个人 犯了 谋杀罪 那么 我们在 对他 定罪的时候 量刑的时候 难道还要去考虑 这个人 以前 是不是 做过 什么 对社会 有益的 事情 不应该 这么考虑 特别是 对于那些 犯下了 很严重 罪心的 比如说 杀了很多人的 恐怖分子 难道 能够 因为 他以前 做过 对社会 有益的事 也帮助过 别人 就能够 饶恕他 不是的 对他 也是应该 全盘否定的 该怎么判 就怎么判的 对于 其他的 那些 历史罪人 也应该是这样的 不应该 搞翻案的 比如说 对于 汪金卫 汪金卫 他的前半生 那的确呢 也做过一些 好事 也有历史的功绩 但是呢 他到最后 投敌了 当了汉奸了 搞了伪政权了 那就变成了 历史罪人了 那么呢 他以前 做的 那些 好事 就 完全 弥补不了了 所以 对他呢 就应该 也是 全盘的 否定的 还有像 毛泽东 由于 搞这个 大跃进 饿死了 很多人 由于 发动文革 又 害死了 很多人 仅仅凭 这两条 对毛泽东 也应该 是 全盘 否定的 而不要像 中国 官方 以前那样 说毛泽东 只是 晚年 犯的 错误了 以前的攻击 还是很大的 对他呢 要 三七开 七分 攻击 三分 错误 你不要说 三七开了 即使是 七三开 也是不行的 对于 毛泽东 就应该是 百分之百的 全盘 否定的 人是复杂多变的 再坏的人 你要去找 一能找到 他的优点的 再好的人 你去找 总能找到 他的瑕疵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 说的 并不是说 要具体的 分析 研究 某一个人的 他的人生 各个阶段 而是说 要怎么样 对一个 历史人物 盖棺论定的 问题 要怎么样 给出一个 种的评价 那么在 评价 一个历史人物 的时候 就应该 看他的 主要 事迹 是好 还是坏 如果 他的主要 的 贡献 是推动了 社会进步的 那么呢 这个 就是一个 历史工程 就应该 流芳千古的 包括 现在 美国 也在 争论 要怎么样 评价 美国的 国父 像华盛顿 杰斐逊 有一些人 就认为说 这些人 都是当过 奴隶主的 都应该 把他们 给否定掉 要把他们 雕像 给推翻 甚至呢 以他们的 名字命名的 学校 也要改名 这个就不应该了 因为像 华盛顿 杰斐逊 这些人 他们的 主要事迹 不是 所当 奴隶主 反过来 对于 那些 历史 罪人 不管 他 以前 又干过 什么样 好事 只要 在人生的 最后一步 走错了 犯下了 历史 罪行 那么 就应该 把他 全盘的 否定 让他 以臭万年 的 就像 美国南方 邦连的 那些人 比如说 李将军 也许他是一个 好人 但是 他的主要的事迹 就是在维护 奴隶制 所以 就应该把他 给否定掉 把他的雕像 给推到了 这个我完全支持 我们 之所以 要 评价 历史人物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是要 吸取历史的教训 来 激励 警示 后人 颂扬 那些正面的 历史人物 是为了 激励 后人 给 后人 立一个榜样 而 鞭斥 抨击 历史罪人 就是要 警示 后人 你不要跟他们 学 如果我们 对这些 早就有 定论的 历史罪人 也要来 给他 翻案 也要 做出 说 很 公正的样子 要给他们 说公道话 要来 给他 打什么 三七开 五五开 这就难免 会有 后人 心存 这种 侥幸心理 也要 去 向 这些 历史罪人 学习 觉得 我即使 开 历史 倒车 当了 却国 大盗 那么 只要 能够 做出 其他的 历史 功绩 也就可以 弥补 这些 历史 罪行 后人 也会 给我 一个公正 的 评价 所以 我们是 不应该 让人们 有这种 侥幸 心理 中国 社会的 一大 问题 就是对 毛泽东 清算的 不彻底 老师要 讲什么 三七开 最后 是 他的所谓的 晚年错误 就越讲的 越来越少了 到最后 连大叶俊 也不让说了 文革 也不再 谈了 所以呢 就导致了 现在就 大开历史 倒车 又在搞 个人崇拜 又在搞 终生日 又在搞 第二次 文革了 所以 对于这些 窃国 大道 就是 应该 全盘 否定 就是 应该 让他 一臭 万年 的 好 今天的节目 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 再见